而对家乡的思念则让一位底特律出身的年轻大厨 舍弃纽约芝加哥源源不绝的钞票 搬回底特律 在一座天桥底下开了这家高档餐厅 而且大厨坚持绝大部分的食材都是要底特律生产 冬мер's too 有的面脑从底的口袋 我们比较在对方的地货 美分谢谢 谢谢 老了 泡蒜蒜黄米xis 那个氧汤胖在白土 里面衣草 辣椒 皮鸡碗 辣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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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甚少一点 像我才干里面不做的 什么 怎么是你罪到我的食物 去的 所军人在用处理 我才能购物 我提供的 20年后50年后 底特律会变成什么样子 2013年的现在 没有人知道答案 但选择留下或返乡的底特律人 有信心 他会重返往日的荣耀与风华 TVS新闻综合报道 完之后要为您报道 好几个小故事所组成一个新趋势 全球都在流行的分享经济 你看到的是一个人家里的厨房 但是他现在每一天的晚餐 在早上就预告价格跟菜色 于是同时有七组不同的陌生人 到他家共进晚餐 比方说20多美元的成本菜色 只要付5块钱美金 就可以吃饱饱餐 你有哪一些资源 可以拿出来做共享经济 同时也得到别人给你的分享 待会我们一起来看 这个社会报道 欢迎回来Focus 今天我们头条提到了 最近在礼拜天举办的航空展 看得出来国际民航的竞争 现在不只是在高价位的 商务舱头等舱竞争 经济舱是自主比较 搭飞机坐经济舱是很多人的噩梦 因为座位太窄太小 有的人一直感觉不舒服 而英国现在设计出了一个活动座椅 所以活动的意思就是 它还是放在经济舱 比方说都是三排 但是可以按照乘客的身形 和需求调整座椅的宽度 采用使用者付费的原则 假设说三排里面没有坐满 而你想做比较宽的座椅 那你就再加收一点费用 身形较小的乘客 坐小一点的位置的话 票价也会跟着减少 飞机起飞 决定这段航程是否舒适 座椅非常关键 但如果不想花大钱 搭头等舱或商务舱 未来搭经济舱 也能选择更大更舒服的活动空间 英国业者研发出这款可调整的座椅 以一排三人坐的位置来说 如果中间的座位没人坐 就能把两侧的座位加宽 或是一家三口输油 爸爸妈妈和小孩 可依照不同的体型来调整座位 让搭飞机更加舒适 活动座椅能更有效利用机舱的空间 尤其是经济舱 未来搭飞机可依照个人需求 多花一点钱就能选择更大的座位 身形较小的乘客选择小一点的位置 票价也会因此减少 航空业者也能因此获利 也让这款活动座椅 还没推出就引起话题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的是 另外一种超小型的车 电动车 为了节能简单 电动车已经变成全球汽车工业发展的新趋势 但是它遇到的最大瓶颈 就是充电站不像加油站那么普遍 也因为这样子 所以买电动车的人看起来并不多 这就像一个机身弹诞生计的问题 日本的经济政策已经决定 要全面发展电动车产业 安倍内阁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 是先补助四大车商 他们将联手增设一万多个充电站 也研发出超小型的电动车 大幅增强续航里程 这一台只有一般轿车三分之一大小的电动车 可以坐两个人 车门是垂直向上开启 相当节省空间 最快时速可以达到80公里 续航里程100公里 这款车的价格也很清零 只需要70万日元 大约台币20多万 冲一丝店要150日元 如果在台湾因为电费相对便宜 应该还不到50块 这种超小型的电动车 目前常被运用在餐厅送便当 或是岛屿的观光交通 日本因为并不出产能源 对于电动车的研发相当的积极 在长野市 就有一台由环境省和早稻田大学 开发的电动公车 只要调整车辆的位置 让送电装置对准受电装置 就可以利用电磁感应无线充电 日本的电动车科技 其实已经相当先进 电动车的销售量 是不是也跟着不断的成长呢 答案是否定的 经营汽车买卖业务的岛齐康正 这两年一台电动车都没有卖出去 因为大家都担心充电站不够 岛齐本身就是开小型电动车 平常是到一家大型超级市场去充电 超市因为是24小时营业 又有足够的停车空间 非常适合当充电站 这家超市未来准备要在全国的连锁店 全面提供充电服务 计划在两年期间把现有的95台充电设备 扩充10倍到1150台 除了可以刺激超市的业绩 未来充电也会收费 日本政府为了刺激业者设立充电站 提供了1000亿日元补助 让日本四大车厂 丰田本田日产三菱 决定要抛弃成建 携手合作 在全国各地装置12000个充电器 当未来充电问题解决以后 电动车市场才真的有可能快速的成长 TVB新闻综合报道 日本是个高度的消费社会 随每种消费服务 现在都像千面女郎 一样不能够固守原来的面貌 日本的便利店是百家争名 距离第一家日本便利店 7-11开业 到这个冬天已经足足发展40年 1974年 第一家连锁的便利店 在日本出现了 在短短6年之内就已经突破了1000家店面 7-11现在还是日本超商的龙头 全日本现在已经有5万家便利店 营业总额加起来 是日本所有百货业的1.5倍 百货不及便利店 这个不难想象 竞争当然越来越惨烈 我们现在看日本的三大便利店 以7-11来说 它现在呢 用超小型的电动车送宅配来跟别人竞争 而位居第二的是Rossom 它另外推出所谓以健康为主的新世代超商 我们在中间放的是台湾也有的Family Mart 它想出的竞争绝招 这则报道的第一个镜头 您看了就会知道 你能想象吗 便利商店里搞笑艺人live表演 全日本有超过5万家超商竞争激烈 各大品牌无不花招百出 东京新宿这家Family Mart 一周找艺人来表演5次 现在日本便利超商营业总额 已经是百货公司的1.5倍 当初首创连锁超商的7-11 现在不仅是日本超商业龙头 在日本突破1万5千家店 营业额超过1兆台币 今年更迈入第40个年头 超商的一号店 40年前开在东京的江东区 现年64岁的老板山本县司 23岁的时候继承了 父亲卖酒的杂货店 为了拓展生意 让自家店转型为超商 40年前架上陈列的 都是罐头和泡面 但如今主力商品 还包括了便当和饭团 使用各种在地食材 做出的美味便当 为了因应现代人吃的需求 日本各大超商 无不大推熟食 甚至投入开发自由品牌 不仅推出在超商 才买得到的人气限定冰品 还有卖得下下较的 高级白吐司 今年更和家电商合作 研发专属的咖啡机 一杯只有一个百元铜板 相当约30块台币 计划一年卖出4亿5000万杯 每天晚上咖啡 过去影响象不到的各种服务 现在在超商都办得到 1987年日本超商 开始代收水电等公共费用 2001年设立自家银行 2010年甚至能申请户籍腾本 和硬件证明 去年更开始用超小型电动车 进行宅配服务 当时的超商创办人 被誉为新经营之神的林牧敏文说 时代的变化 正是超商成长的原动力 在日本规模排名第二的Lowson 今年5月则推出新时代超商 以健康为主题 要为顾客的健康把关 未来还要扩大药品贩卖 7-11则加强宅配和网购服务 针对急速高龄化的日本社会 祭出新战略 20年前到超商的消费者 以20多岁的年轻人为主 但现在几乎各个年龄层都在使用 说的夸张点 超商几乎成了生活的基础建设 几十年下来 超商的面貌早已不同 他的一步一脚印 不只是超商业的历史 似乎也见证了现代化